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那前两天啊,知乎拆车试验室 拆解了一辆吉胡Alpha S 这款车今年啊,热度挺高 那我记得一次是因为华为和自动驾驶的概念上了热搜 还有一次呢,是因为某媒体做了一个比较火爆的碰撞试验 那这回啊,知乎试验室的拆解呢,是比较深度的一个拆解 所以呢,就有很多比较晦涩,比较专业的数据和专业名词出来 那我也是啊,带着疑问,特别去借了一台 吉胡Alpha S来进行试驾 那目的呢,就是把那些晦涩难懂的数据和这个车啊 实际使用当中的一些特性结合起来 那今天啊,我也是错足了功课 那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 通过我自己的话啊,能让大家比较浅显易懂的理解 这个工程数据和车实际表现之间的关系 首先啊,咱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194瓦时每千克的能量密度它代表什么 能量密度,我也去查了一下它的定义 是指啊,在单位一定的空间或质量物质 所以说,找人 glued去稳定,是吗 等于可能是和你合适的 新闻超达的 对于成本当的爱 在说,我们差点过去 判断下了一段階段 看起来吧 这边看起来 一段階段 有一段階段 我们的地区 李宗二 婉 对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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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路上开啊 你就能够体会到几乎αS 这款车它的操控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其实整个底盘车身带给你的驾驶反馈 就用老百姓话说非常的整 整个车身的响应很积极 没有任何的拖沓 而且因为这款车它的动力特性也是特别的出色 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车在每一次过弯的时候 都在它能力的一个上限 它完全没有燃油车会爬升的那种循序渐进 所以一直是都在顶端 一直都是满的在极限状态 所以让你开起来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在一些颠簸的路段去试了试它 你会发现整个车底盘和悬架的反馈 依然是很整很稳 那不会有任何失稳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呢就是高刚性的车身 带给操控了一些在驾驶实际当中的好处 那第三个好处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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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